在一片黎黎的秋色中,我又回到了曾经留学和生活过十年的地方,巴黎。 这是为了即将来临的中法文化年,也为了重温这十年岁月在我心中留下的一个梦,寻访巴黎的故地旧渔,以此展现法国社会的一切侧面。 谁都知道私自把别人的房子撬开来住进去是犯法的,对于把私有财产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来说就更不用说了。 但你看,这幢被装扮得有些花里胡哨的房子,里面住的全是一些未经误诸允许就跳门搬进来的房客。 都说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但也有一些艺术家在天堂里找不到自己住的地方。 早在1999年的时候,我就已听说过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边上的一栋楼房被艺术家们胜利占了。 没想到,这回来巴黎居然轻言目睹。 其实,法国政府对艺术家的住房问题是非常优待的。 只要你搞艺术有几下子,有点艺术才能,并在一个叫艺术家之家的民间社团得到一张纸证明自己是艺术家, 你就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申请画室。 政府的画室空间很大,租金低,我的好几位华人艺术家朋友都申请到这样的画室。 不过,也许是法国艺术家的人口有点过顺。 除了少部分艺术家能够靠自己的手艺生活,相当多的艺术家生活在困难中。 于是,就有了刚才说的艺术家们集体撬战空房的歧视。 有趣的是,这种明明是犯法的事,艺术家们还干得理直气壮。 另外,法国政府的艺术当局,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支持艺术家们的革命行动。 一边是频频报道某些撬战空房的艺术家被警察驱逐出来。 一边又闻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最近的9月10月,专门举办了艺术与撬战空房的艺术节。 法国大报《世界报》也发表文章给予声援,一时间演成俏房有理的社会奇观。 博物馆里有电视报道采访俏房艺术家,还有艺术家俏房的历史照片。 这幅地图表示出,巴黎有20多处闲置空房被艺术家们所占领。 这些是艺术家现在还占据的空房。 这原来是一所中学的空房。 得到可靠消息说,所有艺术家撬战的空房,白天都可以自由进入参观。 于是,找两家看看,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首先我找到的,就是刚才已看到外景的那段楼。 这桩楼可以说在巴黎的镇中心,地处一条繁华的商业大街,里沃利大街。 这桩楼已被艺术家们占领两年多。 进了这个临街的小门,是一个螺旋而上的楼梯。 二楼好像被布置为展览场所。 中国与其中間在摩布桶 Baner瓶上里, 所以,我住在这里。 如果房屋不选择, 没房屋好备, 一些室室友和自己的室友 тип群。 然后,一些室友处。 所以,你们需要弄理的室友凭。 所以,自己在那里面, 在一幅屋子在小斗, 这里是其中间加 Living室友室友加某区。 真的,那是很正常的 到了三楼,都是艺术家们的工作室 这些凌乱的场景倒很有艺术气氛 这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艺术家 这位女画家是英国人 提了个光头 在艺术家圈子里好像很时髦的 我住在艺术家圈子里过一月 但我做了一个旅行 你做了一个旅行吗 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 她是一月 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 但我没有太多旅行 所以你认识到艺术家圈子里面吗 昨天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吗 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吗 但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 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 我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 有没有地坑 但全是在藏地板 有些门 你没有地坑 有些门 所以有什么地方 你回到艺术家圈子里面吗 这是一个家圈子 这是一个家圈子 这是一个家圈子里面 有很好的居家圈子里面 也有多少人来说 多少人来说 多数人来说 我没有想像 这一段变化 有些人来说 有些人来说 他有点关系 16 16 7 7 7 15 15 16 15 16 16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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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在四楼 哥德蒙联 在这里看到一位亚洲女孩在画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他们每人住的宽敞的房间 不用交房租 不用交随间费 想想当年我每月 两三千法郎房租的压力 我心里不由的羡慕都不得了 上到五楼的一个画室 音乐也在制造一种 轻松迷离的氛围 这是一位阿根基文学家 名叫雅米拉 她的表演 从来的文化印象中 文化的印象中 对大地人的秩序 对自然的秩序 这里在瑞苏里 我已经到来两个月后 我来到两个月后 第一个月 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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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老了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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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 我老了 我现在开始做另一个工作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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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老了 她高了 她崩了 她说 她就在那里 就是 这个是 它是艘成了 300 云 公里人的船 窗外是车随马龙 行人西长的大街 与楼内的艺术气氛形成了一种对比 楼里到处可见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参观完这座楼 我又来到相距不远的 又一处艺术家敲章的空房 这座小小的四层塔楼 原是小郭安道尔的 驻法国领事馆 不知何时何故 空闲了起来 当然成了敲房游击队的优先目标 底楼正在举办一个画展 二楼是这位女艺术家的工作室 这座楼里住的两位艺术家 其中一位就是她 叫Pascal 三楼是她的工作室 能够跳开门 住进这样的楼里的艺术家 是很幸运的 一天傍晚 我去巴士地 广场步进一条小街 寻访一家 我原先常去听唱 法国歌曲的音乐吧 音乐吧的名字叫他方 结果他方音乐吧已经关门 我真的搬到他方去了 怅然间偶然碰到一位 没有地方住 只能住在自己汽车里的 街头画家 他叫Galaf 天和地就是他的画室 我的好奇心又起来了 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生活 于是约好 星期四早上去找他 因为下了一场小雨 我被迫很晚才到那条小街 已将近中午 远看过去 小车关着门 我以为Galaf 已经离开车到外边画画去了 靠近小车才发现Galaf 还在车里 蒙着头在呼呼大碎 已经11点20分了 该起床了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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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了太晚了,我认为了四个早上 他在哪里? 他已经十五个月了 十五个月了 你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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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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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哪里 你不还在哪里 是过很亮 oui,对面 你会在哪里 对面 我被我被一乎一夜 天晚上 有一位女士 她在吃 她在吃 有一个女士 她在吃 真的吗 那是Suzane吗 是的 Suzane 好 好 你好 对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 在账拉夫的车里 有一本小宝宝书 一位当代法国青年 还在阅读毛泽秦的书 这可能会是一样的 中国人的眼睛 我会看到一个小宝宝 在政治上的大宝宝书 这就是一半的最后一部分 1971年 毛泽秦的舞篇哲学祖座 外文出版社 1971年出版 这就是为了一种 为了一种的概念 一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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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概念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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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账拉夫所说 读毛主席的书 在法国一些年轻人中间 好像始终是一种时髦 因为我还在地铁 见到另一位 读毛主席语诺 读者是一位 三代尖尔亲民 另一个没想到的 是账拉夫今天口袋里 只有一个欧元 我为他这一天怎么过 我担心 我为他这一天怎么过 我为他这一天怎么过 这就是盖拉夫的早中饭 盖拉夫是靠每个月三百多欧元的最低社会补助金生活的 他说他是想改变现状 他想再去大学学习 将来很想当一个美术老师 喝完咖啡回到汽车准备出去画画 盖拉夫的话其实不快 色彩感觉不错 尤其那张黄颜色的自画像 这张黄颜色的自画像 言谈中得知盖拉夫以前学过越南拳术 于是请他表演一段 一招一试还是学得了一点功夫 做工夫 酱油带就是盖拉夫油画箱 盖拉夫来到八十级广场边的运河岸边画运河风景 曰克兰拉夫 链拉夫来到巴士基广场边上的运河岸边画运河风景 颜料几乎用光了 把吸管撬开来 掏出最后一点颜料 因为缺钱买花布 盖拉夫只能把画过的画 不盖了再画 要把这幅画涂掉再画 盖拉夫自己也觉得可惜 晚上我跟着盖拉夫到共和广场 扇兴送餐发放点 扇兴送餐是法国著名喜剧明星 高临时创临 免费对任何饥饿的人开放 一个队是零一份汤 另一个队是零一份主餐 今天主餐是三个鸡蛋和意大利面条 盖拉夫尽管没有住房 生活困难 仍痴迷于画画令人感动 我从心里希望盖拉夫能改变现状 将来能拥有一个画室画画 同时希望里沃里大楼里的窍房艺术家 也拥有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空间 还是让杜谷的诗句来表达我的心愿吧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必天下寒室 巨欢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